大家好 这里是根宴在毛笔专卖店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松烟末 古时候呢 末条主要都是松烟末 松烟末呢 它是以松树 主要以松树燃烧松树 它有一个烧松树的窑 通常窑长都有差不多一百多公尺 把松树放在窑里面烧 然后顺着这个烟道呢 预冷了之后就往往前走 烟往前走 预冷了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烟灰 附着在烟道的壁上面 那松烟末 它呢 一个是天然 第二个它的末色 非常沉稳 很适合写书法和画画 通常画山水画 我都会特别推荐松烟末 松烟末当中呢 它的末色有一点偏蓝色 那在画山水画最后收拾的时候呢 收拾画面的时候 用淡淡的松烟末去收拾它 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通常末分五色 松烟末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的黑度啊 没有那么黑亮 它的黑色是 嗯 比较沉稳 有淡末的时候有点像 烟灰色 有点那个烟灰色 松烟末呢 它属于冷色系 好 我们现在就来介绍 根厌摘的松烟末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松烟末呢 是2015年 2015年 嗯 我们请的师傅 帮我们定制的松烟末 它发末很快 因为松烟末的特色就是说 墨色的黑度没有那么黑嘛 所以我们这一批的墨呢 稍微做了改良 只是说很可惜 这位老师傅呢 现在他因为身体状况 的原因 他已经 没有再做墨呢 所以这 这一批松烟末 嗯 是他帮我们做的 应该说是最后一批松烟末了吧 墨是很好 很好用 我们这一批松烟末做了一两个 一两个二两 那在传统的松烟末来说呢 主要是以灰末为主 通常按照 古早的方法 都称之为 一两末 二两末 四两末 或半斤末 这样子的单位计算 但是日本呢 日本的末条 是以丁 来计算的 丁的话呢 就是说 差不多一两末 就是二点五丁 那我们这个一两呢 一两二两的末呢 还是老两 也就是台湾的两 不是大陆的那 那个五百公克十六两的两 这个是松烟末 2015年的松烟末 接下来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是早期的松烟末 差不多这个已经有二十年了 不好意思讲错了 这个差不多是十年以上 超过十年了 这是一位老老师傅做的 刚刚那个末条呢 是老师傅做的 这位呢 这个末条呢 是老老师傅做的 这个是四两 松烟末除 这一批末呢 也是老老师傅的 最后一批末 很遗憾的 他差不多十年前 已经往生了 在帮我们做完这批末不久 没有几年 他已经往生了 这个末呢 他的优点呢 他很天然 很天然呢 因为有些佛教方面 他们会画一些佛咒啊 然后画掉给客人 给客人喝下这些方面呢 那这个末呢 因为他比较天然 比较安全 这个末条很好用 发末很快 末色也很漂亮 嗯 算起来 算起来 这个应该算是 比较 比较早期一点的松烟末 是更宴在制作的 十多年前的松烟末 那还有更早期的 这位师傅 更早期做的松烟末呢 因为已经卖完了 他帮我们做的差不多二十年 对 差不多帮我们做了二十年的末 也就是说 差不多三十年前 三十多年前就开始帮 我们做末呢 我们就委托这个师傅 在帮我们做末 他是 很好的一位师傅 应该说是手艺很好的一位师傅 好下面我们再 来介绍 另外的一款末 这个松烟末 精致松烟 精致松烟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也是精致松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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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呢 是同样的末末 生产的年代不同 师傅也相同的 这个松烟末呢 这个松烟末呢 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 用古法的方式去做的 这个松烟末呢 是2015年做的 这一位师傅呢 这一位师傅呢 是 在大陆是 昨末的工艺大师 他 我跟他订了一百斤 结果 就是没有那么多数量给我 我们这一批末呢 他的 末是非常好的末 二十 差不多二十年前的烟 用很好的烟 因为我们 我刚讲的那位老师傅 因为 人过世了嘛 那我们要再请别的师傅做 那当然这位师傅呢 早期就帮我们做过末了 末色也很不错 那当然还是以他 为优先的先找到他 请拜托他帮忙做末 他看到 我先生呢 看到王老师呢 很高兴 把他仓库打开 然后他 因为他有一批好的烟 因为很多 通常对末懂得的人 不是很多 那遇到呢 知己 懂行的就很开心 你老朋友 就很开心把他库房门打开 那王先生看见 看见他有老的烟 所以就拜托他用 这批老的烟 来帮更宴在做末 做了这一批 那他这一批的呢 所有的都非常好 只有一点小小的缺点 也不能算小小的缺点 因为这位师傅呢 他主要是做工艺品的末 他通常做末的时候呢 是为了要保存比较久 所以他的胶放的比较重 那王老师呢 就请他胶要放轻一点 虽然比较轻了 但是跟我们实用性的末比起来 他的胶还是偏重了一点 偏重了一点 不过没关系 先我们买回来先可以收藏 可以收藏比较久 因为他毕竟是很有名的做末大师 第二点呢 他摆久了以后 他发末也就非常快了 因为末摆越久 他会退胶 东西好 摆久了没问题 如果东西不好 在摆久也是没有用的 这个是精致松烟 因为不同年份 然后你看他上色的 上的色也不相同 好 我们把它放好 好 好 接下来这个呢 是 黄山纯松烟 其实松烟末 以黄山的松 烧出来的烟呢 为最好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用 黄山松烟 或者黄山纯松烟 这个名字 那我们也免不了俗套 这个黄山松烟呢 跟刚刚精致松烟呢 老的一批是同一批的 那这个新的呢 也是一样 黄山松烟 也是2015年制作的 这是同一位师傅制作的 这个一两这个二两 他的制作过程和年代跟刚刚都相同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这是一批老的墨条 这是一批老的墨条 这个是松烟墨 老的松烟墨 这个也是二十多年前了 对二十多年了 纸包的 黄山松烟 可能 可能 不是很轻 黄山松烟 可能 不是很轻 黄山松烟 有一两的 嗯 刚刚忘记看了 黄山松烟 黄山松烟 这个是一两的 好几十年了 因为 因为 白了久呢 他会退胶 这两的 还有这个是二两的 这个是最高级的黄山松烟 你看 我拿了一个 用 塑胶 塑胶 袋给他包一下 那打开看 是这样子的 这个 这个也都是有年份的 黄山松烟 最高级的 这个是二两 其实我们同款的也有一两 这个我们收来已经 二十年 十几二十年有了 有的十几二十年收的 有的是差不多快三十年了 二十多年前收购的 也都有 那最高级的黄山松烟 还有这边四两的 黄山松烟 这个是四两 我先把这个拿到旁边 把它打开 这个是后来 这个是后来 我们拿回那 又重新包装的 其实也没有包装的 其实也没有包装的 就整包给它重新包一下 最高级的黄山松烟 最高级黄山松烟 是有一位非常善用默色的画家 那位画家也很厉害 我说的厉害呢 他画完一幅 山水画 或者是花鸟画 或者是花鸟画 画完一幅水墨画呢 他的 洗笔的笔洗啊 里面的水 只有一点点浑浊而已 他对墨 非常会用墨的一位画家 这里呢 我 这边呢 是 这个上面是清墨 也是老的 这个清墨墨色很漂亮 前几天有位小姐 他还一直夸奖说 这个清墨墨色非常漂亮 他在淘宝 不是 他在 蝦皮上面跟我买的 因为在蝦皮上 认识了之后呢 他就来到我店里面 他说这个墨色很漂亮 其实 其实这些老墨啊 我们都是 试用过之后 当时在 挑选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试用 试用之后呢 墨色好 我们才会买整批的 这样买下来 把它整批切货下来 因为他墨模一样 东西不一样 每一批的东西 都是不同的 这个是 清墨的 一两的 刚刚是二两 这个是一两 一两清墨 背面好像是 锅墨肉的狮尺 这个是一两的清墨 这个是一两的清墨 其实这些墨呢 都是不同的年份收购来的 不同 就是不是同一批收来的 因为老墨 就是可遇不可求 这个是 清墨 这个四两的 四两的清墨 有一两 二两和四两清墨 清墨的墨色 比较淡雅 很适合文人 写书法和作画使用 之前有一位名人 应该是名人 他超喜欢用我们的清墨 写字画画的 这里呢 这里呢 这里一些老墨 这个是二两的松烟墨 这一批二两的松烟墨呢 非常好 是这样包装的 这批二两的松烟墨 墨色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他有个缺点 因为早期 其实松烟墨 早期的松烟墨 有些他没有经过漂洗 没有经过漂洗了呢 他的缺点是什么 他缺点就是 比较有杂质 可是他的优点呢 他墨色真的比没有漂洗过的松烟墨 墨色墨韵层次感 那个韵味啊 要好 真正好的 其实真正很好的松烟墨 没有经过漂洗过的松烟墨 他的墨黑度 也是很够的 他那个 他不是很亮 但是他有那个很有精神 那个墨 非常让看得非常有精神的感觉 很好的松烟墨 其实仓库里还有一些 松烟墨呢 一直想说把所有的松烟墨都拿过来 再拍照录影 但是呢 因为墨条种类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早期有一批松烟墨 也是黄山松烟 然后写的是隶属的 那批老师傅帮我们做的 那批松烟墨墨色非常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 只可惜 可惜什么呢 就是说 他的杂质比较多 可是鱼以熊掌不能兼得 如果你要求他没有杂质 那他的可能墨韵 就会有差 这个是也是老墨 这边有 这应该是老墨新包装了啦 好 拆这个好了 拆这个好了 盒子比较新 老墨新包装 我去 我去 跟他收购这批老墨的时候呢 也是进入他们仓库 一批一批的看 看中这一批 看中这一批 这是无脑有盒 看中这一批呢 就拿了几条 纯松烟 拿了几条 然后回来试 试了之后呢 诶 默韵很好 就把它整批 整批也是 我们都是整批切过切下来 遇到好的就整批 因为好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有的时候需要一点缘分的 好 包错了 拿到旁边好了 包一下 那我们我的个性呢 怎么说呢 就是 只要是 我老公就说我 存不存不了钱 因为只要 身上有钱 看到喜欢的这些啊 我老公就说我 就非买不可 因为我知道 好的东西啊 你遇到了 你不买的话 下一批 你想买 等到你想买的时候 可能已经 没有货了 这个是老墨 其实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的这个 老的松叶末 也是一个朋友 很要好的一个朋友 他呢 很喜欢松叶末 他一直拜托 一直拜托 要帮他 找一批好的松叶末 所以我们也帮他找了 好几年 才找到了这一批 对他 买了非常多 所以这批 剩的量 已经 不是很多了 因为我们的 末条 老的末条 都没有特别推荐 没有特别推荐给客人 其实我们因为是 因为我们 新的末条就很好用了 所以老的末条 除非他要找新末条 老的末条 我们才会把这些末条 拿出来 因为末条种类 实在太多 那我们 我也是不擅长整理东西的 很难得就是把这次把末条 稍微做那个 清理整理 那这个呢 也是老的末条 这个末条呢 也非常 末色也非常好 我 这一批末条收购来的时候呢 它当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缺点 就是重大缺点呢 那时候来说是大缺点 现在来说呢 就不是缺点了 或者是小小的缺点 这一批末呢 它 焦非常重 焦非常重了呢 它当时磨末 磨半天才会 比较黑 比较黑之后呢 那我就磨了之后 我就看它的末色 末韵 哎 就它末韵非常漂亮 于是还是决定 整批还是把它买下来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嗯 好的末 它焦重 白酒了呢 它就很好用 它发末就会快了 因为末会退焦嘛 那 好的末呢 它不怕焦重 白酒了之后 它还就是很好用 然后它的末韵 那个精神器 末的精神器很好 再一个呢就是 它 嗯 我已经不会形容那种感觉 就是看了以后 很心很 沉沉 沉浸 哎呦我讲了有点起鸡皮疙瘩呢 就是 整个会融入的那种感觉 我 不好意思 嘴作 词穷 不太会形容 那以前 北溢的一个 研究所的一个同学 他有一次来店里面 他也是经过朋友 他的学弟介绍他来跟厌债的 他就挑选了这一款末 挑选这一款末呢 他回去也觉得非常好用 隔了一阵子之后 他又来买末条 买末条之后 哦错了 他又来买其他的商品 刚好我在整理 整理末 他看见了 他还特别提出来 老板娘 这个末条要推荐 末色太漂亮了 后来我就在脸书上 就把那个照片做个分享 结果一位新店的一位客人 那我一包几十条 他就买了整包的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末条 这个末条我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 因为我收来 我是二十多年前收来的这一批末 在我手上已经可能超过二十五年了 差不多超过二十五年了 那时候我们还在广东照庆 包那个宴台的矿嘛 对那时候我在照庆包框 他在照庆的时候 还有一批那是同样的末末 然后比他的年份更久远 哦那个末很好很好 我看那个末 哎呀不好意思 那个末好像 这边没有 没有了 那我只能 哦在这 我以为没有 哎 没有了 那那个末呢 改天再为大家介绍好了 今天呢 今天的松烟末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有什么需求可以在下面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